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打菜白平安知道嗎? 相信同學看到這個標題就知道要拍什麼啦 沒錯,今天就是要拍大家期待已久的 強化接地DIY的部分 這種東西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還要說那妹妹的角色很多 白同學今天要幫我做 學會帶什麼密集都傳掃你 廢話不多說,一起散工去路 走,先去買材料吧,走 白同學今天特別 花一些小錢來買一些山材的 走 老闆,我要買一種丁骨刷 那你那幾匹? 差不多十米啦 十米喔,那不是三十幾匹? 應該是啦,我還要做一個強化接地 那頭尾呢?頭尾那夾的? 什麼端子啦,頭尾拉爐 喔,這頭尾拉爐喔! 那是要端子起來的 大概十米,然後這樣就好 如果我坐人家,有一條堅持 對齁,這尾拉爐就好 你看,這DIY在打的時候很剛好 那頭尾那怎麼沒有多少 我算我沒來 算我沒來 算我跟打整就對了 這樣我清理啦,我才會你 好啦 好啦,那我們要回去 DIY強化接地囉 走 好,白龍雪的材料終於買回來了 我來分享大概白龍雪買了什麼燒 這個就是那個 三個月之前跟老闆買的那個電骨刷 事實上你看那個影片是三個月之前去買的 因為都沒有辦法 有那個天氣穩定的時候開拍 齁,然後 這個就是重點齁,這個是我去買那個 那個人在做那種收電話的 那個端子的平台 這個我買好像好像四、二十塊而已 這個就是全部接地線要發出去的那個點 齁 然後 這個 有鍍銀的 齁 湯米拉爐 這樣把它清 OK齁 然後這個線的規格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用電骨刷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電燈機的線它裡面很細 等一下我再做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很細的時候它煮的 它煮的時候電燈比較少 而且又便宜 啊又耐用 齁 然後還有秘密武器 白龍雪 在加這個 這個 欸這賣家不錯,又三、二條線了 這個就是那個 怎麼講 電子式的那個音響電容 啊你會想我幾塊白龍雪 你用那個你知道嗎 接地線有什麼東西做 白龍雪做的就是都不一樣 齁 它無極性 那種 電子式的就是 它就是沒有那個 啟動線的 齁 這個等一下我們大概 會很詳細的安裝給同學看 但是如果說片長真的太長的話 齁 白龍雪可能要切一切 要不然拍起來的話齁 很倉促 同學的話可能會學不到那個東西的精髓 齁 大概這樣子 然後 白龍雪先去準備一下那個工具要開工啦 走 我們先來安裝這個接地線的這個平台 這個螺絲齁 白梯還是我自己去買的 然後安裝的地方在這邊 然後安裝的地方在這邊 三九它這裡剛好有兩個 這個螺絲洞 裡面都有牙 你就是直接 齁這樣子把它鎖進去就好了 這個位置我 研究了蠻久的 齁 然後 把它鎖上 齁 齁 齁 啊這個不要尋尋完喔 因為那個尋尋完這梯子怎麼會拔 那個 它裡面 端子上面的頭拔 好再來 塞好的位 這裡的話 因為它沒有牙 我們就是用這個 幹 過去 拉 你手的刀 剪掉 這個接地線的平台接好之後 白龍雪來分享一下等一下 接地線要跑的路線 來 鏡頭給我 白龍雪來運鏡得很漂亮喔 這個點嘛 就先拉一條齁 從這裡過去 到這個端子 而且端子大概就是一些 阿里亞車的方向燈 遠燈那些 站起來的時候大燈也比較更 另外一條就是從這裡 拴過去 這條是AVS的接地線 這也是一般 它標準的地方的接點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從這裡拉拉拉拉拉 從這個天靈蓋這樣幹過來 齁 接在這個地方 這主要就是要 增加它的引擎點火 因為原地 接到一條接地線 但這條效果 原廠不會說太好 接好之後 另外一條再這樣繞繞繞繞繞過來 這一個端子 齁 大概就這樣 阿好有一條的話就是 從這裡幹到車身後面去 我們先從那個困難開始裝 這個 線圈的這個 先把它拿掉 放這裡 好 這個 10號的 這個拍攝影片 必須要很有默契 齁 然後拿起來 線 我買的時候 白龍學的拍片成本 沒辦法說太高 因為白龍學也是一般的小康家庭而已 白龍學都自費幫你打這個 所以長度也是買得剛剛好 不說太長也不太低 大概我們就是先 弄好之後固定好 我們再來做端子 齁 這條大概就是這樣子 給他來這裡嘛 我們就是 從這邊幹過去很好 你可以那邊去嗎 沒關係 幹過去之後 好黏著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 只能蓋著就 可以用起來 你看我看我蓋不住 不知道蓋不住 我先蓋一下 啊 漂亮 這139今天就是 專門要設計白龍學 來用這個DIY的 正常的話是 可以弄好之後再用 但是白龍學 感覺這樣 打起來 感覺比較爽 對啊 就是不用在這邊拆的 很多東西 好啦 然後這個蓋上去 這樣比較不會鎖忙 腳亂 有一些東西會 繞下去 白龍學那個 線路配的過程 分享給同學 原本是要從這邊繞 但是這裡 它比較燙 我一般 我們助理是建立從這邊幹過去 幹過來之後 從下面拉 因為白龍學 線喔 怕不夠長 啊我就是 先不剪 來 拍一下特寫 你就對這個地方高了有沒有 然後這裡把它打開 這個我們會把它 壓到下面去 39這個地方 我覺得做得很失敗 很討厭拆 好要到下面去 然後 從這邊過來 到這邊的時候 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線不用接菜太長 所以就要 把它截斷 喔你看 吃得很爽耶 啊 莫名其妙的疼痛感 啊 好 開始 接端子 然後因為我買這個端子 原本是要買這一種的 然後因為那個 老闆都要 這純糰一兩粒而已 所以我買這個比較大 那個螺絲看不掉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孔把它弄小一點 來 來我們開始要來做這個端子 啊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嘛 它的刷新的都要八八 所以 切到這裡就好了 好 慢慢切 這切的時候手要很小心喔 轉一圈 不知道在抬什麼小 慢慢割慢慢割 拉出去拉 喔 它割包皮 怎麼這麼麻煩啊 然後這邊也一樣 以此類推 把它慢慢 包皮把它割短 好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端子放進去 這就好了 好 這樣就夠緊了 好拉看看 好就這樣 然後 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鎖子怎麼漂亮 因為鎖子這樣 它剛好就這樣堵住 看起來比較好看 你如果這樣的話 我看起來比較漂亮 這個看同學自己下去 斟酌一下 讓它刷新給它很油 然後乾進去 還是用這個比較快 不然它很差勁 噢 噢 好拉 反正就是這個點 又把它弄得很緊 這個最好是把它用那個洛鐵 吃洗進去 後來就是 把它 轉開 噢 這個收這支最成就感 轉開之後 過來 然後把它幹進去 我說這都要螺絲孔 我們就是把它弄小就剛剛好 射 漂亮嗎 另外一端鎖好 所以我們來鎖這邊 齁 11號的 這邊轉開 然後這個 延長 我們有一些預留 我們把它撐比較好拚 比較不會以防那個包皮 勾得太短 齁 就這樣幹進去 啊這個要注意喔 這要收完 比較不會脫落 鎖上去 射勒 然後11號的 水 好拉 然後這個 再往後拉一點點 好 預留一下空間 這樣是不是很漂亮 這條ok了 然後那條弄好之後 我們還接這一條 啊因為來拍一下 因為這個原本鎖在這邊 我覺得 GD線 我們就是要有那個美觀 齁 射勒的時候 這個把鎖在這裡 然後這裡 就這樣子慢慢 延伸過來 齁 到這個 大燈的端子這邊 啊這裡可以 欸 剪這樣比較漂亮喔 好 好 好 啊 這一條一樣 也是來割包皮 喔 包皮記得不要割太短了 哇 真的 割這種 就莫名其妙的疼痛感耶 好 好啦 啊 他裡面的鎖很小 很油的 你要注意喔 這個醫生割包皮 真的 嘖 嘖 也要很專業呢 包皮不是說要割就割呢 知不知道啦 好 起來啦 好 然後這個 把它轉好 也是一樣乾進去 我現在鎖好嗎 來 啊 那土花練工呢 嚇到 喔 喔 這樣我真鎖 欸我真鎖 彈到 這個 漸漸把它鎖一鎖好了 欸 讚 好 安裝了 這個 來 你側一下 好漂亮喔 轉開 然後這個 放上去 這個是 不難啦 但是就是 安裝那個所謂 我把它把它放得漂亮 好漂亮喔 啊 這按下去會不會太完 後來就是這樣 讓線順下去 過來 啊這個我剛剛端子就是旋轉好 我就是要用這樣 看得比較漂亮 讓它剛好配在這裡 所以 10號的 喔 來 我們發現這個 拿起來 這樣子過去 喔 我們就是要把它放到 看得漂亮 好 第二條 OK啦 然後那兩條都接好 我們來接那個 ABS那一條 這一條的話就是 從這個 天靈蓋裡面 幹進去 痠痠痠來這裡 因為原本從這邊的話 它90度接就看不漂亮 所以這個長度弄好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 也是把它截斷 預留個0.5公分好了 也是一樣 老婆我不敢了啦 把你剪斷 好 拉出來 在外面施工 從下面弄上去 你取正 比較有臨場感喔 鏡頭比較固 沒關係 這個很難用 上來之後 好來 這裡先把它固定好 19號的 反正助理今天真的有辛苦 因為那個視角真的非常難拍 好 放上去 我看這座裡面好像比較爽 這個 這個要把它弄大 因為剛剛這裡我們有把它弄小 對阿 好 這樣老公 我變大了怎麼辦 趕快老公依然愛你 好 之後 幹進去 幹進去 好 鎖上 這就是 白同學第二外教室的鎖意 鎖就好 不太鎖 好 然後換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這個很擠 你要注意 這座拍筋 這個把它寄進去 這EPS的鎖要注意喔 要注意就要轉得比較漂亮 你要劈它 好 你拍你的我來閃鏡頭就好了 等待時間白同學公告所 你聽到 從前有一隻小白兔 怎麼 八椅子夾到 好 漂亮喔 鎖住啦 第四條 我過程大概分享一下 因為很難弄的啦 尤其是晚上 也是從下面上去 然後從上面上來 從這裡 上來 然後我們要趴過去 大概帶個動作 好 拉過來之後 換從這邊 上面 幹進去 幹到下面去 這個 非常難用 要注意一下 裡面的線要小心 進去 因為這裡有一個黃火槍的擋板有沒有 它有破掉 那個我沒換 然後要看DIY的 我有拍影片通訊 再去找一下 也是要讓它隨到下面去 長度我們可以預留一下 所以大概這樣子 這個送得主 稍微沒關係 預留一下 然後過來的時候 這裡一樣 從這裡穿過去 這個拆起來 弄起來 比較好用 你就繼續打 我要把這個跳下去 打開 打開 硬 這個是環保材質 很容易壞掉 正常的 幹進去 幹進去之後 過來 這裡一樣 鎖住 10號轉開 因為天色很晚了 很趕時間 然後放進去 放到下面 好 完成了 便當盒裝好之後 這個線 我們就可以大概 整一下 長度不用很長 你就是讓它摔在下 腳 之後 來 從那邊 這樣子過來 過來 順下去 順來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 一趴過來 是不是有一條了 穿過去那邊剛剛好 我們這個線 在這邊就要把它 一樣 也是一樣 老婆不敢的剪斷 夾緊 然後 這個也是把它弄開 我原本是想說 要摺下來 但我好像這條 沒有摺 一樣 好 進去 鎖上 好啦 來 前面部分 安裝好就這樣 這一條這樣 酸過來 然後另外一條 酸酸酸酸過去 從中間幹進來 鎖住 然後另外一條 從那邊趴過來 前面四條已經完成了 白龍雪來休息一下 同學 因為拍片時間真的非常長 又到晚上 白龍雪被迫要中場休息一下 今天最基礎的前半段 那個接電線 我們已經把它完成了 然後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是 拍那個 後面照 拉到前面那一條 是最困難的 也是最重要的 還有那些電容 要怎麼配線 白龍雪要傳送你 下集再見 節目最後 記得按讚好 訂閱把你們學調教室 拜拜